說實在 進前三名應該都是小咖 真的 真的嗎 前三名是小咖 前三名 便宜嘛 好的 我7 8 9 10 差不多 趙哥…問問題 請看第三名 趙哥 你掃在那邊耶 你剛剛說前三名真的沒用 也沒事... 所以經紀人就是代表說 50個經紀人其實都... 投給你正面票的有7個 投給你負面票只有兩位 好高興喔 所以講話其實還是有好處的 是 陳偉銘對顏麗婷的評論 因為他不知道我除了聊天 還會有很多東西 對啊 他會不會服務嗎 他還是那個人 而且如果我跟你PK籃球 你絕對是被我扒到一個去 不知道去哪裡 那一定... 我不會打籃球 一定一定 你怎麼先 氣勢整個落掉 顏麗婷如果也是第九OK嗎 你幹嘛照進來 你為什麼要補開 顏麗婷 你是準備... 你是準備迎接第一名了是不是 成功的喜悅之類的 對 喜悅之類的 但你這樣進行嗎 有進行福利別人 我都還沒那個進行耶 進行車固穿學科 沒有 進行車固穿學科 跟那一幕是不是很像鬆子 這個力氣很快 還要卡上Cue他 第二名請揭曉他 好 我們要看一下 戲院微博的第二名請看 好 紫正 好 好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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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明哥會講話 都有喜歡的 顏麗婷 你得到正面的評價當中 包括你感覺酷酷的 可是講起來 那你的... 金句是... 阿翔剛剛是不能買的 沒有... 那個情況 什麼... 怎麼錄買... 好啦...節目時間夠了 好啦... 妳如果現在 對著聽耳機的顏麗婷 嘴型比出借錢這兩個口型 妳覺得他看得出來嗎 妳覺得他看得出來 好 妳現在... 沒有... 他沒有人嗎 他沒有人 把他耳機拿下來下來 妳剛剛有看出來他的口型嗎 你才見人咧 你... 你是雞人一步 喂 喂 我已經沒看 小時候 我小時候學過讀淳語耶 我沒想到你講過 他怎麼講人之心 他整個罵都不 他本來是主持人 你才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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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來好... 他講他講話 他好性 我聽錯了嗎... 你聽錯了 你聽錯了 他聽錯了 你聽錯了 你用你的嘴... 對不起 對不起啊... 再試一次 戴上他... 對 戴上... 大家 再一次... 是監獄 是監獄 我知道... 監獄 監獄 監獄小姐她要誇耀一件事情就是 她說她是除了趙正平之外 唯一罵過妳的康熙來賓 而且我記得罵得很難聽 不是 我誇耀是微博的網友 沒有告訴我的 所以他們支持康熙這麼多年 沒有看過有人敢罵S姐 可是我那次 也只是真心的回應妳而已 就是因為我以為妳罵我 因為她當時罵得很難聽的話 有 她就戴著耳機 然後妳用一個嘴型想要給她暗示 結果她可能認為是妳講他是 什麼 賤人嗎 因為好像康永哥請妳表述借錢 借錢 對 然後就很像賤人 那我是戴著那個耳機啊 不是 因為我想說我們就數位評審 妳才賤人 然後打... 妳有在吵起來 再來... 不是 所以當時妳就立刻回敬她一句 就很直覺的 就覺得妳才賤人耶 就這樣 可是妳也有想說 我沒事幹嘛罵妳賤人嗎 就想...我以為妳是做效果 然後我又很... 覺得對方講話 都是真心在跟我講的 所以我想說我哪裡賤才賤 所以妳說網友非常鼓勵妳罵我是不是 不是 他們覺得說 就是一條女漢子 一條女漢子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就算人通告來賓想到要罵 都不敢出口 妳們都很意外 超過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員 不喜歡妳們挑位子的行為 可是我們沒有聽過 有人這樣要求啊 問題是會有人這樣要求嗎 怎麼當主持人啊 有人這樣要求 沒有 為什麼不是要求 我就是說希望如果說可以 就是這樣 妳自首了 就是要求 是妳嗎 妳到底喜歡妳哪一邊臉 右臉 妳希望妳永遠都是右... 所以我很喜歡來康熙 因為常常明星都會走在這個位置 所以妳喜歡右臉對不對 喜歡就是右臉 可是妳可以給鏡頭拍一下左臉 看觀眾說不定覺得 沒有不一樣嗎 沒有 左臉就是 妳試試看我們看一下嗎 現在是右臉 目前是右臉 OK 現在換左臉我們看一下 還好 還好 差別在那裡一樣吧 沒有 阿姨姐 妳會眼 妳看一下 妳看右臉是不是非常的 右臉我看 就是非常的 妳看 妳眼神看看 OK 左臉 好 左臉 左臉比較黃 跟看起來比較笨 有一點 曾經遭遇過工作人員跟你們說 你們講的故事 不夠好的舉手好不好 好像都有 滿常 他們都會一直說多一點 應該都有 然後一直問你說 那還有可以再舉例別人嗎 那是不是這種狀況 是不是說這種狀況是 你們回去跟製作人回報說 某某藝人講這個故事 然後製作人吐槽說 這故事爛透了 你們再打電話去問 是這樣子是不是 所以他們是被逼的啊 是被上司逼的 我這樣可是就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OK 然後你也問了一百次 那你就發別人 不是 那就不要一直 因為這樣也... OK 你們一直說 這樣也造成你們的困擾 剛剛那句話聽起來 算是繞狠話的請按鈕好嗎 對 妳要氣… 抱怒 對 21 2 這記錄太滿了 怎麼辦 25 跟抱歉句話講完之後 你們就真的不會發她的請按鈕 還多來真家 怎麼會這樣 25 不是 我有得罪妳的地方 你讓我真的說聲抱歉 我真的沒想到 沒有 沒有 可是有的時候你們來了 我們的感覺到 你如果其實不太想講 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會轉彎啊 我們就去跟別人聊 不是每個主持人 那像卡偉哥這麼那個會看啊 是 所以你當時 我就要得罪 得罪別人 當時就還有得罪別的主持人 舉手 別的主持人可能會有得罪到的 有現場 我也要問妳 妳明明是我們來一起主持人 剛好出來講我 對 一起 一起的 對 妳那是什麼眉毛的 那是什麼眉毛 妳的臉怎麼越來越短啊 所以我就說他們都很賤啊 那種漂亮的 我真的很老實耶 可是我就是駕照啊 而且卡偉哥 這個是我老公追我的時候 她怎麼了 她是從她的高度看下來 看的角度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真愛 我也是出關啊 我就被海關刁難 就這個 她就看一下 然後再看看我 她就說 媽媽 我說 我就國民要回家 你在那邊 她脾氣很壞 對啊 然後她就說 這真的是妳嗎 她說那妳以前是幾公斤 她還問這個 我說一樣 然後她就說不一樣 妳這張看起來像肥20公斤 她管這麼快喔 然後而且她從頭到尾沒看我 她就是在看著我照片 在講話就很沒禮貌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這樣可以了嗎 所以如果是妳連女朋友 這樣回來給妳訴苦 妳要幫她寫一篇嗎 我覺得剛剛她的意思 那個朝陽官很認真啊 OK 她有權利這麼做啊 可是她知道嗎 看到曹大哥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今天我從那個中天這樣 上二樓走進來的時候 她是背對我跟一個記者是不是 在講話 然後就看那背影疑似曹大哥 我想說這如果我這樣經過他 他瞄到我的背影 沒跟他打招呼我就死了 結果怎麼辦 所以我就這樣排頭說 曹大哥 你好 然後我認錯 因為他沒化妝 他素顏幫我嚇到我說 哪有血 然後... 我是那個人長一樣 然後你知道 人家跟你打招呼 沒有 人家素顏好看 而且我有化妝 結果他一過去啊 跟記者 大家都瞎眼 那些眼裡聽啊 我就想 他怎麼了 被化妝耶 我剛剛我們以為 我們認錯人 我們以為我們大家認錯人 因為我看到他都是化好妝的 我為什麼要講這張故事 我覺得今天還是你最惡毒啦 曹大哥 可是你是有化妝的嗎 你講話我最有公信力 你不要再擦我兩刀了 我真的沒有化妝當時 我有啊 你有化 你有化 你當時有化 那他們怎麼會認我你沒化 真的嗎 那我為什麼認不出來 有一次票選素顏美女她第一名 真的嗎 哪一次 你的妝感 你不用擔心 你不要再談